绵密香甜的冰淇淋 让人好想咬一口 但这欧洲第一品牌 Movembic冰淇淋 当年在台湾却是举步维艰 百富通集团横跨两岸 经营进口冰品 餐厅 儿童主题乐园 年营收12亿元 事业的背后是一段父子情 邦子雄原本只是代理果酱 却因为儿子说要反国一起打拼 让他不得不把事业做大 却遇上纳粒风灾 事业最低潮的时候 莫凡比执行长到台湾找他代理 之前莫凡比经过台湾两次 坐一次 倒一次 但是卖了两年还是没有知名度 他们只好出险招 用开餐厅来卖冰淇淋 却卖出好成绩 也意外找出开餐厅这么好生意 目前餐厅的营收 甚至超过了冰淇淋 创业之前 方子雄在中信集团当到副总 但代价是忙碌而忽略家庭 成了单亲爸爸 我妈刚离开没多久 就是我爸赶回来 好像六点赶回来 做菜 因为它上面有个门 很急要做 一砰 血就流下来 我就记得在画面后 我爸就要 我记得要吵 后来就是长大了才懂得 难过 当下都没有感觉 现在父子一起创业 大儿子掌管中国大陆 二儿子固守台湾 感情好就是会偶尔痘痘嘴 她是蛮笨土的 本尾这个字有点用 笨土不好是吧 爱台湾 她不要爱台湾 你说你哥不爱台湾 甜甜的冰淇淋 不但满足了消费者味蕾 也串起了父子情